这家理发店在杭州招商雍泽府小区东门外 现在的名字叫做北极星美容美发 小鹏今年8月份办卡时 门店的招牌还叫做企图美容美发 小鹏介绍 当时工作人员告诉他 新店开张有优惠 他就充值了500块钱 在店里剪一次头发只要20块钱 国庆前一天在这边理发 就是9月30号左右的时候 当时还是在 还是原来的名字叫企图 然后前天的时候也就是28号 然后那时候就说这个名字已经变掉了 就一个月的时间 小鹏说 虽然现在他的充值卡依然可以使用 但理发的价格 从之前说好的20块钱一次 上涨到了38块钱一次 价格倒也不贵 但是整个的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呢 我觉得首先 8月4号办卡的时候 这个店转不转让 肯定是已经有这种 相关的这种异乡在了 那时候告诉我们消费者说 我这个新店开张 这是不是存在一个这种 对我们的一个欺诈的这种 这种嫌疑一样 然后还有一个的话 就是从9月30号 我最后一次理发 到前天我到这里看 就是一个月的时间里面 然后说是店转掉了 然后我在期间呢 没有接受到任何的这个短信啊 或者电话这种提醒 我觉得这个最起码的我们之前才没有 然后到这边之后告诉我们价格变掉了 然后就让我们被迫接受这种 小鹏说 他在店里一共剪了4次头发 充斥卡里还剩400多块钱 虽然金额不高 但他觉得理发店的这种行为 有必要较较较真 但是你想要500多个会员 然后每个会员都像我这样 把20次折成10次左右 每个会员都损失了 相信200块钱嘛 也就是10万块钱的一个额度 而且我这个卡是最低等级的卡 所以整体来说 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接受的 但是对我来说的话 我觉得我这个事情我要较下针 那么你现在的要求是什么 我现在的要求呢 其实目标不是很明确 我说实话目标不是很明确 我就觉得这个事情 大家把这个事情说清楚 北极星美容美发的陈店长表示 10月6号他们接手了这家理发店 根据转让协议 他们继续为之前的会员提供服务 但转让协议里 并没有关于理发价格的约定 因为原来价格说实话 就比如说我们老会员38 新来的会员25 很不公平对人家 你知道吗 一家美容店我觉得要统一制的 那各个都感觉都是 都一样消费 也不是有10块25 10 80个 太乱了 小鹏的会员卡上 有一个企图美容美发 雍泽店的联系方式 现场拨打过去 对方表示 他们6月份就把门店 承包给了一位店长 他也提供了那位店长的联系方式 本人都得起来 然后现在是他给我了 给我来去运营 让我运营不下去 没生意 然后就败给别人了 这位店长表示 企图美容美发 是今年4月份左右开起来的 他之前是店长 后来以个人名义 把店面接了下来 小鹏8月份办卡时 不算新店开业 工作人员可能是说 给他享受新店开业的同等优惠 这位店长说 转让协议里确实没有关于消费者理发价格的条款 他记下了小鹏的信息 表示会跟现在的老板进行沟通 188哄金言记者报道 9295 2 lettuce 2 3 3 3 4